我师父说的那个全天下 最什么什么的人 原来是你啊 你上好了 上次你为什么一声不吭就走了 我不是给你留信了吗 还说呢 我又不认识你们中原字 你那个布条上面到底写的是什么呀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我不告诉你 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呢 你不知道我是谁 我是西州九公主 我父王是西州的国主 我母亲是丹蚩王的女儿 我阿翁是丹蚩最厉害的铁达尔王 铁达尔王啊 我听说这沙漠里的秃鹫 听到她的名字都不敢落下来呢 你知道就好 我告诉你 你要是胆敢对我无礼 我父王会把你拖在马后 活活给拖死 好好的一个姑娘 怎么动不动就吓唬人哪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中原的顾小五 我的父亲是茶庄庄主 我的母亲是庄主夫人 我的外祖父 是个普通的茶商 虽然没什么来头 可如果你真的把我 绑在马后活活拖死 那你们西州 可就没有好茶叶喝了 没想到啊 这顾剑给我介绍的天底下 最好的女子 竟然是西州的九公主啊 你 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啊 天底下最好的男人 我看就是一个有嘴滑舌的无赖 那她答应帮公主了 她说让我看懂上面的字 才肯帮我 这不难为人吗 不过话又说回来 就算那个顾小五肯帮你 可王上也不可能随随便便 答应你嫁给一个茶叶贩子呀 谁说我要嫁给他了 放恩负义 不要让我再看见他 公主放心 下次等阿渡见到他 一定帮你好好教训教训他 对了公主 明天就是王上答应 两国使臣的期限了 你有何打算 对了 对啊 明天就是 明天就是了 怎么办呢 大妃 怎么办呀 我的小公主 怎么了这是 谁又让你生气了 阿娘 阿娘跟你说 我舒服不了你阿爹 可你别忘了 还有你阿翁帮咱们呢 阿翁 对啊 阿翁是铁打二王 阿爹见到也是要让三分的 那是啊 我已经都安排好了 你呢 先去丹枝躲上一阵 有铁打二王保护你 料你阿爹也不能把你怎么样 好啊好啊 阿渡 你今夜便起床去丹枝 通知赫师在路上迎接小枫 是 到时候呢 阿娘呢会派几个贴心的护卫 亲自护送你去丹蚩的 阿娘 能不能让我师父陪我去 我不信任他 我知道阿娘不喜欢中原人 可是他武功那么高 一定会保护我的 你怎么就那么信任那个中原人呢 因为他说过 会一辈子保护我 不会让我受到伤害 好 好不好嘛阿娘 求求您了 好 阿娘答应你 谢谢阿娘 王上 这三日期限已到 不知道九公主和亲一事 你们考虑得怎么样了 高将军 听你这个口气 你这是在威逼往上啊 以利幼之 又岂是君子所为 王上 难不成 你们真想把九公主和亲一事 当成交易吗 这区区十年的年贡 九公主 这区区 未免也太不值钱了吧 十年的年贡就是 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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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月娘娘 明月娘娘不好了 您回去看看吧 王上 明月娘娘 把我 把我 葬在天耕山吧 胡说 我不会让你死的 我一定会命人治好你的病 明月与王上 恩爱不过七年 但是已经了无遗憾了 这些年支撑明月的 除了王上的爱恋 便是能让明月亲眼看到 边境再无战乱 百姓安居乐业 你放心吧 你的愿望一定会达成的 王上 我有些累了 我想睡一会儿 那你好好休息吧 也许明天 你便会好了 那 也许明天 你便会好了 我 搞室 我也不知道 你也许明天 小五是我远房的表弟 一直在西境饭茶 所以对地形比较熟悉 况且 此次出行比较凶险 多个人多份照顾嘛 你看他那样弱不禁风的 不会给我们添麻烦吧 表哥 你知道这北面山上的熊瞎子 还有这沙漠里的食人锡 最喜欢吃什么吗 他们最喜欢吃那种 牙尖嘴利细皮嫩肉的小姑娘 吓我呀 我告诉你本公主是被吓大的 什么食人锡熊瞎子 就算白眼狼王我也不怕他 嘩 鸣巴 鸣巴 从即日起 和宫上下着宿 为侧妃举哀 至丧期间不亦嫁娶 故将九公主和亲之事 推到七七四十九天之后 再议 是明月娘娘 二十九天之后 师父 我想明远娘娘了 明远娘娘 用她的一生 换来两国子民的幸福 安宁 避免了混战 她是个伟大的女人 她嫁到这么远的地方来 一个人孤零零的生活 在一国他乡 每年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几封 使臣带回来的家书 师父 我不想像明远娘娘一样 我只想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 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地生活 我一定会想像 好 这是人情 你 想像 想像 我们 想像 草莓 那你喜欢我 表哥 就应该光明正大地跟他讲啊 谁说我喜欢他 眼睛都看直了 还说不喜欢 公主不用不好意思 这男人啊 就像天上的疯着 你如果不拽紧手中的线呢 他呀 就被风吹跑喽 可是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喜欢我呀 既然公主想知道 我可以帮你试探试探 不过啊 不是白帮 我听说这丹蚩王帐 有许多稀奇古怪的宝贝 不知道到时候公主 是不是能让我进去 随便挑个一两样 真是个奸事 既然公主不领情 那便算了 去 你等等 王帐你是进不去 不过 如果你要是真想要的话 我可以帮你拿一两件 好 一言为定 少爷好啊 少爷 少爷 喂我 你要吗 自己不会吃啊 你不是让我帮你试探表哥吗 要不怎么知道他在不在意你啊 对啊 对啊 干什么 别回头 正看着我们呢 快点 公子 吃一点吧 好 怎么样怎么样 你表哥有什么反应啊 好像没什么反应啊 要不再为我一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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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你眼里只是一个孩子 而不是一个女人了 五皇子需要清楚的 是自己该做的事 而不是关心别人的私事 要想找到王障 我必须要取得他的信任 她最近因为明远姑姑的死 一直情绪低落 我就是想让她开心些 这样 她就不会对我那么防备了 你有分寸就好 顾小五 我师父刚刚跟你说什么呀 她 问我最近赶路累不累 问你累不累 她怎么问我累不累啊 还没死心哪 依我看哪 我表哥对你就没意思 你还是别自讨没趣了 自从你来了之后 我师父都不关心我了 我都不关心我了 你还是别自讨没趣啊 小枫 嗯 他怎么欺负你啊 他说 是我不如他们中原的姑娘 又任性又爱胡闹 不温柔也不漂亮 我看你们这几日相处得也挺好的 他怎么会说这么重的话呢 可我觉得他说的是真的 否则怎么没人喜欢我呢 你怎么会这么想你自己啊 那如果有人喜欢我 我怎么感受不到啊 傻丫头 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那师父呢 师父当然喜欢你了 否则我怎么会收你做徒弟呢 不是不是 我说的不是这个 除了这种 还有没有别的喜欢 除了这种喜欢 师父 没有别的喜欢 我逗你来着 我逗你来着 刚才顾小五说 说师父不解风钱我不信 结果还真让他说中了 我以后不逗你了 我走了 我来来 我来 我来 你来 来 带走 放开我 走 王爷 将军 我已将巴吐尔捉拿回岸 此人是 回禀王爷 此人名叫巴吐尔 七月十五 曾参与图掠我豊朝边境海州城 七月十五 本王突然想到一件事 七月十五 就是你们屠城当日 我豊朝太子 在海州城附近被人刺杀 本来本王没将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 现在回想起来 实在巧得很 或许 铁达尔王 借此掩人耳目 刺杀我朝太子 你血口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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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蚩人行得正做得直 没错 城市老子图的 至于你们那什么狗屁太子 老子根本就没见过 是 本王凭什么相信 押入大牢 本王要亲自审问 是 要下去 走 放开 你看 就在那个方向 你干什么 公主 你在这儿刷马 让别人怎么取水啊 我刷我的马 你取你的水 这刷过马的水 人还能喝吗 你要刷马可以去下游啊 那你要取水可以去上游啊 这西境女子 都像你这么瞒不讲理吗 好 这要是在我们中原 定是没人敢取的 你说谁瞒不讲理啊 我去上游 你不是说本公主不讲理吗 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不讲理 妈跑了 傅小五 来啊 你是不知道我厉害 看谁厉害啊 快 快 快 傅小五 来啊 我跟你拼了 谁怕谁啊 傅小五 再来啊 好好好 让大家去准备准备 把上书放 是 是 师父刚才的眼神 难道是我的错觉 不用了 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各位 我们大王走失了一个奴隶 只要你们乖乖地把他交给我 本将军绝对不会为难你 这位将军 我是来自中原的茶商 我和我的商队要去西境饭茶 途经此地 并没有发现你说的奴隶啊 就是他 你身边的那个女的 她就是我们要找的奴隶 我呸 你们朔博王真是不要脸啊 这么卑鄙的手段都想得出来 想要我跟你们回朔博 门都没有 奴隶就是奴隶 敬酒不吃吃罚酒 兄弟们 上 不要杀了那个女的 给我抓活的 师父 一 二 一 一 二 来 师父 小五 带公主走 归宴城归合 师父 照顾好难 好 师父 师父 驾 师父怎么办 出发 你们不是茶商 到底是什么人 既然你们说话 就别怪我以多欺少 上 来 师父怎么还不来啊 等等 怎么了 有马蹄伤 大概三十个人 忘了忘了 怎么这么多士兵啊 快躲啊 小五 快躲起来 快快躲起来 快躲起来 小五 快躲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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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干什么 我不会睡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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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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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儿 给我追 去 了 不 再来 isso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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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干什么 你刚才干什么 你气我干什么 我刚才在给你肚气 谁气你了 肚气 肚气我不用你啊 谁有你肚气了 你讲不讲理啊 我要是不给你肚气 你会被淹死呢 淹死 淹死我也不要你亲 心在别人那里的女人 我还不想亲呢 你爱亲不亲 我不要你亲 我告诉你 就像你这样的男人 哪个女的胖上 你哪个倒霉 我不跟你说了 朔博病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追来了 我们得赶紧赶到工业城 你干什么去啊 我都小红马呢 你走不走啊 走 你慢点 你有完没完 慢点 王上 我们找遍了王城和城外五十里 没有发现九公主的下落 这孩子到底去哪儿了 王上 你不用太担心了 小枫他不会有事的 小枫失踪 你居然一点都不担心 你是不是知道小枫在哪儿 不错 是我把小枫送出西州的 你是西州的大妃啊 怎么如此妇人之人 我是西州的大妃 可我更是一个母亲 我宁可小枫嫁给一个丹蚩的勇士 也不愿意她嫁给什么朔博王 再把她嫁到豫朝去 是 难道你把小枫送到丹蚩去了 是 你明知道豫朝和丹蚩必有一战 我勉励危险多年 就是怕生灵涂炭 你这是要将女儿置于死地 把我逼上角落啊 我 传令小学 发案告 悬上黄金一百定 命西州所有的西座 暗讯九公主 一定要把九公主找回来 是 我 我 这宫月城这么大 师父也没说在哪会合呀 我们得先找个地方住下吧 不行啊 我们刚刚被追的时候 行囊都丢了 没钱啊 这有家客车 你看行不行 你身上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没有啊 不如这样吧 我们就让老板通融一下 反正我是西州九公主 到时候让阿爹给她送银子来不就行了 等 等等 这是你吧 悬赏 九公主赏 悬赏 九公主赏 黄金一百定 我就值黄金一百定 怎么也值千定万定吧 还得封喉 还得赐牛羊无数 你说阿爹说我是她最疼爱的小公主 最疼爱的小公主 她就给这么点宣赏 一世优优俺 笑气 太笑气了 你笑什么呀 好好好 我不笑了我不笑了 你过来把衣服烤烤 别着凉了 怎么了 怎么了 我东西拿 什么东西啊 什么东西啊 一块玉佩 不就一块玉佩吗 到了丹蚩 我让阿翁给你买 买什么买 不要以为你是九公主 就什么都能买到 那块玉佩对我很重要 不是你在大街上 随随便便就能买到的 你凶什么凶啊 又不是我给你弄丢的 怎么不是你 那朔博兵不是冲你来的吗 我 又不是我让你救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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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让我去打成诏 我是不会让你们得逞的 你以为畏罪自杀就能一两百了 即使你死了 我们照样可以向铁大尔兴尸问罪 老子就是看你们中原人不顺眼 别说杀你们一个太子 就是你们皇帝的头 我们也照样敢娶 总有一天 豊朝会被我们丹蚩铁骑踏平 高将军 末将在 这案子还审吗 王爷 末将认为 不如将这刺客押回上京 听候陛下发落 不知王爷意下如何呀 好 就照高将军的意思办 末将遵命 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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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